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自己刷补墙期的过程 省情而且简单的步骤,让你也能轻松搞定 这个视频是记录了我是怎么一个人自己补墙,自己刷墙的 房子出租,难免会遇到客人不小心损坏你的房子 比如不小心碰撞到墙,墙面磨损,需要修补 加拿大的人工很贵 如果请人的话,至少要花几百加币,甚至上千 特别是疫情期间,还很难请到专业的人员 我决定自己亲自修补墙期,结果发现不难 不但省钱,而且过程还挺好玩的 首先,选择墙面的油漆 墙面油漆的颜色要拿切下来的墙皮去Home Depot配色 尤其我推荐Home Depot的BEHR这个牌子 如果你希望进行了油漆改造,不会超出你的预算 EHR是首选的油漆品牌 一家轮的室内装饰涂料可以在Home Depot买到 价格大概40加币左右 这一次用不完,可以留着下一次使用 视频底下有一个Home Depot刷漆工具的连接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刷油漆前做好足够的保护措施 虽然油漆墙面的工作并不是很艰难 但若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的话 油漆建造地面,清洁起来会比较困难 所以在油漆之前可以用塑料保抹或是其他材质的材料来保护地面 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油漆起来才会比较轻松 在你的原因的做法可以用塑料保护地面 适用相冻出来的 然后这个手会污移出来 在一种内装气外的工具中 遇到减少了 摆倒地面 把铅放在那裡 就要用铅勺捏 按兩缸 再次放一塊 把铅勺捏 用铅勺捏 把铅勺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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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抹墙粉再次凝固 再次沙纸打磨 然后涂漆 涂漆后等一天凝固后 再涂第二层漆 看情况涂多少层 一般大面积的涂上到四层 小面积的涂两层 即可完美融入原来的漆面 摇砾 暗沉 水 蛋 水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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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